中国一年前爆发非洲猪瘟,高达四成的猪只,病死或被扑杀, 重击了神州的猪肉市场。 虽然政府补助猪农,协助从政事业, 但种种因素使得许多的猪农战战兢兢,不敢重新养猪。 专家警告,万一猪肉短缺持续恶化, 恐怕会对中共形成政治和经济危机。 河北大型养猪场大午集团创办人孙大午, 今年初自行揭露,旗下农场出现大规模死猪后,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开始登上国际头条。 尽管孙大午指出,当他的猪场沦陷时, 其他农场的猪早就死光。 但按照农业部官方数据,河北只有一宗猪瘟个案, 那就是孙大午的农场。 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, 就是对于工人养猪人来说,很痛心。 由于有的猪农没有汇报私下贩卖病猪, 因此业界相信,真实情况比官方数据要严重。 部分报告估计, 非洲猪瘟可能灭杀了中国两亿头猪。 这波猪肉供应震荡,将肉价推高一半。 虽然疫情已经受到控制, 政府也推出资助计划, 但很多猪农没有恢复养猪, 除了埋怨地方政府没有赔偿损失, 另一个让他们止步不前的, 就是美中贸易战的不明朗金素。 猪农认定,万一两国达成协议, 中国可能从美国进口更多的猪肢, 到时候他们的投资恐怕没有赚头。 猪农步步为营,让猪肉供应充满变数。 专家指出,历史上食品价格上涨, 一般上会在城市地区引发示威, 形成一股经济和政治压力。 不过,中国官方上个月强调, 猪肉供应充足,价格稳定。